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这一次呢是文具店人生 来到的地方是在台北捷运 大潮头站附近的丽莎首相生活 那我们这一次呢 来到这边的时间 刚好是丽莎她们成立满一周年的日子哦 先恭喜她们 我们就一起进去来看一下 她们有什么样子特殊的选品 以及相关的活动吧 那我们就继续吧 走咯 立下首帐生活 隐身在大道城老城区的项目 走进这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到镜头的小空间 可以发现所有的文具啊都摆放的井然有序 入口处呢提供这一种充满台式风格的鞋纸袋 让你可以好好选购商品 我们在开始逛之前呢先和店长聊一下 店长表示哦 会想开这间立下首帐生活 是希望可以从原本的职场离开 换一个新环境 做一点自己喜欢 又可以做得开心的事情 所以才决定创业 所以就在立下这个时期 有人创造一个立下的文具店 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立下决定要开一间立下 听起来很热血也很有憧憬 整体店面啊虽然空间不大 但该有的品项都是应有尽有的 先往右手边看 会先看到珊妮妮 还有森洛梨的小印章和纸胶带 以及日本选品 还有无色绽放 和90几乎可以说是大全套的商品哦 这边还有立下的一周年庆祝新品 我们在最后会特别做个介绍 继续往里面走 右手边可以看到几个大的展示柜 这里你会看到Piang Plus and Minus的系列商品 再次大力推荐 Piang的妹子 珍丁美 第二柜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有您好工作室的标配 可爱的小狐狸 还有这一种有点日系 有点文青绘本风格的森空 接下来是在我个人定义上啊 做一种时尚设计取向的杨君 还有茄子先生 茄子这边的布置哦 很像是朱博士集耶 非常可爱哦 最后这一柜我们可以看到香粉 在写手帐还有玩文具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肯定会搭配一点香香 没错吧 而且这边呢还有满满的乐意耶 这种整面纸胶带都摆放这么整齐的感觉啊 真的很舒服 好的 我们来看到中间这张桌子 这边呢有一个品牌 我个人比较少见到 不过之前有分装过的 补补猫大胃主爱 垂彩风格的小毛迷们 看起来很温和 另外呢 这边还有右手超人 以及各种的手超纸 还有排列很久期的笔门 搭配各种的日本文具品牌选品 像是这一个 骨穿指动的性质也太好看了吧 至于在进门的左手边呢 一整面贴纸藏 是由很多日本品牌贴纸所组成的哦 不管是要找可爱的水灰风 还是这一种很伶雅的花花 或是说你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时尚感 这边提供非常多样的选择 那旁边还有一张大桌子 如果您消费完 想要来一场偏贴 铺开一点印章 这里有很多纸胶带的小片段和印章可以使用哦 另外在这一区呢 是指交代的分装区 店里面有贩售的商品 几乎都可以在这里分装 而且标示都非常明确 像我们分装的话 我们是有做一个小牌子 那就是它的名字啊 然后它的价钱 那它的价钱呢 它对应就是它后面 它循环的长度 因为每一卷它的可能 循环的长度不一样 如果有需要的客人的话 都可以现场直接拿个小盘子 然后把所有喜欢的装了之后 我们现场帮大家裁剪 以特色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讲到 可能可以在一些地方 都能够有机会看到的 这些台湾创造者的作品 像是纸胶带贴纸的印章 那纸胶带的部分 我们就是把大家 不想买一帧卷的时候 可以单买部分循环 我们在店里也可以直接看sample 然后现场摸摸到质感 之后单独的去挑 今天自己想要的设计 我之前自己在玩 是很喜欢用的水晶印章 挑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 可爱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我们喜欢的IP 我们围绕着这几个IP 像是可能鲁鲁米 或者是吉普利工作室里面的 一些电影作品 围绕着它们 然后去进一些我们喜欢的文具 好听完店长解说 大致可以了解到 大家来立下 无论是要寻找在地文创 或日本品牌 可以在这里 找到什么样子的 风格取上的文具和纸胶带们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立下手帐生活 9月份成立满一周年庆 他们是分别和无色绽放 还有90推出联名商品 分别是这一款是和创作者90做的记忆回廊 里面的话是用了很多大道成这附近 在我们这附近的元素 不论是打底啊 还是有的时候 就是偷懒做框框 都非常好用 然后另外这一款和无色绽放 合作的这款Night Stay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拼贴的日子 就是一个好的日子 那里面用的东西就是 把很多元素加进去之后 像是学点网啊或者是一些素材子 这样一用 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做好打底 或者是一个角落 就由它可以轻松担当 店长也很贴心耶 让我们看一下最原始 丛林开始的进程 这一卷和无色绽放联名的纸胶带 Night Stay 它最原始的样貌啊 就是用小纱线 布料 还有小纸片这一些 排成这样子的素材 再经过实物拍摄 排版加工之后 才变成纸胶带 那这一款和90的联名款呢 交通记忆回廊 可以看到大稻成的实景照片 以及复古的小花砖 还有同样是复古色系的小框框 搭配合手杖有三观的文字叙述 这两款都是很百搭好用的款式哦 而且一周年还额外有出 拼贴卡专印贴纸 以及小贴纸们 都很可爱 非常欠买 那现在到店里面还可以盖这个 以令下店面为设计主题的 一周年印章 就是未来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 像这个一周年的 推出的合作款一样 未来我们有更多 和不同的创作者去合作 甚至是我们自己去 由一个文具控出发的观点去创作的 适合给更多文具控一起分享的 这种不同的文具商 文具类的商品 不论是可能我们用到的贴纸 纸胶带等等 甚至是一些收纳的器材 等等的器具类 我们也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创作 然后跟大家分享 立下手杖生活 是位于大稻城老城区 一个小小又温馨的文具控舒适圈 很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它有更好的发展 如果各位啊 来到台北的大稻城地区 不妨可以把这里 列入到你的旅游行程 一起来感受温暖的文具体验 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9月是他们的一周年 所以呢 他店里面会有一些优惠活动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联名商品 那也欢迎大家 有机会可以来接触逛逛哦 下次见啦